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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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你分享 超清明的發哥又來啦 第二十八屆府山影展 昨日盛大開幕 香港巨星周潤發 睽違十四年再度訪韓 一舉拿下亞洲電影人獎 今日出席記者會被問到 為什麼韓國粉絲那麼愛他 發哥的回答太幽默了 而今年七月曾傳出烏龍死訊 不過發哥本人倒是不太在意 這些是每個人的新聞 所以你不用理他們 因為人去過那麼長的時候 會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還有對身體好的 就繼續去做 那 接下來的十一月十九號 會在香港 跑一個半馬拉松 這個是我第一次跑的半馬 那我會積極在這裡訓練多 明天 十K 然後我就回去繼續訓練 跑死了以後就不用寫了 另外他前幾年也被爆出 捐出56億港幣行善 這次終於透露巨額捐款的原因 那些錢不是我捐的 我老婆捐的 我不想捐的 我賺得很辛苦的 我沒有得幾千塊錢 所以幾多出去我都不知道 那反正算了 我來的時候 我什麼都沒有 我就來這個世界 我死的時候 什麼都帶不走 這些東西都不是我的 身外物 有哪些人需要的 就拿去